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能够有条件赦敏 对吧 有条件赦敏 谁跟钱都没有仇 但是作为个体的人 有时候你无可厚非 因为他是个体的选择 人家里就有钱 那你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那你说川普他叫不叫赦敏 他家里就有钱 他打小的时候 他今天都七十多岁 他小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 父母送给他的礼物都是两百万美金 那时候两百万美金 你跟现在的概念 不知道应该是多少钱比 二十一 就说这意思了 那这是他当时的生活状况 生活条件 对吧 生活状况 生活条件 但他是个体的 他是个生意人 大家其实也都接受生意人的这种做法 昨天在这个BBC上 昨天晚上 他报他说 在英国出了一个裁缝 裁缝做西服 那裁缝做西服呢 他的布料非常特别 他的制作极其精细 就这么说 他给谁做 正好给六府的几个球员做 一套西服四万块 四万美金 当时美国的 对不起 不是BBC 是CNBC的记者 是BBC 是BBC BBC的记者 那是新加坡的记者 新加坡的那个男记者说 说 哎 你看见这个 他主持 男主持 说 你看这西服四万美金 我这个一百五十美金 是 我觉得是那么回事 他的概念就是说 大家差距很大 对吧 叫什么水晶宫队的一个球员 这是英国的英国球队 英国的这个俱乐部 水晶宫队的一个球员 年轻的英国人 英国人 转到了曼联队 他说呢 一下就是薪金抬起来 他原来一个星期住一 正一 一万 一万英镑 一个星期一万英镑 他的工资 他转到曼联之后 他的工资一个星期正九万 他叫九地跳 那球员他是那么赚钱 球员是那么赚钱 那你升入到最顶级的球队 他的顶级的球队 那穿衣戴帽跟他的那个事不太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氛围和环境 但这些东西都是牵扯到 个人跟商业行为 永远不会出现在政府中 永远不会出现在政府中 因为个人也好 个人也好 生意人也好 他是自己付出赚的钱 他自己劳动挣的钱 他在劳动挣的钱的过程中 他表现出来的概念是这么个概念 那你就没什么可讲的了 我觉得没什么可讲的 就像你做镜头 镜头喝杯咖啡 这是我生活的方式 对吧 就是这样的 那我要有这样的生活方式 就跟大家分享这种 我能从我的角度看到的 一些新闻的概念 而透过我的嘴 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认识 这是一种劳动 一种付出 政府不是 政府是把我 像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 我们的劳动成果的部分拿走 对吧 凭借什么拿走 凭借国家的名义 权力的名义 政府的名义 政权的名义 共产党的名义 那共产党更狠 他给你拿走之后 他说他养着你 没有共产党 你没地儿吃饭会饿死 所以当他养着你的时候 共产党这么开会 就变成了政党性 对吧 所以这样的 这种排场奢靡 这是一种崩 完全就是你跟人的人性 跟生命完全是对立 新闻网日本语 新闻网日本语 这是日本媒体在现在这个环境中 故意嘲讽二十国峰会的时候 故意嘲讽中共国 这是当年在北京召开的二十国峰会的那种排气的 阔气的场面 这是今天的日本会场 这是今天的日本会场 所有人看 底下铺个地毯 对不对 在哪个大学里找了个教室 连阶梯教室都不是 对不对 外头租的桌子 他政府不用桌子 外头租个桌子 就这么开会了 你永远记住 你永远记住 他花的是日本人民的钱 所以他们不允许他们 他们也自己不可能去糟蹋国家的钱 糟蹋一分国家的钱 就糟蹋一分人民的钱 什么叫服务于一个社会 什么叫强占于一个社会 这就是淋漓尽职 它在这两张照片的对比下 你看到的是什么 你看到的是中共 什么叫人 什么叫高级动物 高级动物就是战友 胜着我 全力决定一切 那人不是 人的政府一定是服务的 这是习近平在跟马克龙 法国总统在对话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用了英文 因为这个女的好像还是那个人 还是那个英文翻译 那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刘鹤跟习近平用了同样一个女士做翻译 做英文翻译 那可能是习近平跟刘鹤之间 哥俩太好了 对不对 那有可能 但整体我没有见到刘鹤楼面 这个确实没有看到 所以这是这样的两张照片对比出来 是日本的媒体在嘲讽 日本的媒体在嘲讽习近平 才会把两张照片对等的展现 反送中变成了反中共 那反中共演变成中国叫自由香港 与神同行 我要真普选 所以就进入了G20 二十国峰会 在推特上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版本的 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版本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咯 就是香港网民在国际媒体 他在筹钱的过程中 国际媒体呢 刊登的广告 说法不同 有说670万 有说500万 有说700万港币的 但我个人比较推崇 就是 谈不上推崇 11个小时筹得670万港币 公开信在日本的朝日新闻 南韩的朝鲜日报 法国的世界报 纽约的 美国的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英国的卫报 台湾的苹果日报 德国的南德意志报 南德意志报非常大 他们用了对等的语言 在推特上我看到有人要求说 有人在争 就是呼吁这个志愿者 英文的 德语的 法语的 英文的应该没有 就是德语的 法语的 这个什么 菲律宾语的 就不同语种 不同语种 这是我们看过纽约时报的 与香港同在 与香港并肩战斗 说我控制 与香港站在一起 这是同样的 在不同的媒体中 他采取的方式不同 所以同时你可以看到 香港人这次在他的设计过程 在他这个活动中 这种相互之间的那种 丹尼斯这可能是不是 一个很有名的人 那我不知道 看起来是 很有名的人 他们展现出来的那种 共同性 他们展现 这是在车上拍的 他们展现出来那种 那种一体性 在与神同行的背景之下 只有与神同行的背景之下 人才能展现出 被人的精英们称为的 纪律 那种秩序 那种自律 对吧 而纪律 秩序 自律的概念 不是训练出来的 真正的训练 任何人也训练不出来 200万人游行过程中 没有任何意外的 训练不出来的 对吧 他也不敢 你让习近平召集 20万军人在天安门广场 召开一次 这个适时大会 你试试 旁边再弄20万军人 做宪兵 要杀这20万 他一定是这样 他不会相信 这是拯救香港 这个推特上 他给大家展现出来的 展现出来 这是非常 应该讲是非常厉害的 这应该是日文 在独卖新闻上刊登的 这是韩文 应该还是日文了 所以 他的设计的图样不同 所有这些人 都是自己拿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看 香港年轻人的这种速度 这种自律 这种涵盖性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语 这个他做了一种补充 韩语 这是在加拿大的 环球邮报 这是纽约时报 这是在德国的 南德意志报 南德意志报 非常有名 我在今日点击当中 经常引用的 澳洲的悉尼晨报 应该是 英国的 美日 英国的卫报 这是日本的报纸 我们刚才看了 这是台湾的 台湾的 我不知道这是台湾人 这是日本人画的漫画 还是中国人画的漫画 但是他用的是日文了 用了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他在嘲讽他了 完全在嘲讽他 香港问题的二十国峰会绝不能谈 然后 这个 安倍就说了 这个香港的繁荣跟自由 这个一国两制 小样 你得盯着 这是一种嘲讽 在西方的媒体中 经常会出现这种嘲讽的镜头 在西方的媒体中 经常是这么做的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香港运动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已经以另外的方式 非常迅速的进入了大阪 他会迫使着所有跟习近平见面的人 不得不正面面对他 而且关键就是 像日本这样的国度 已经消除到 内心中消除掉 对中共国的恐惧 而是直接面对 而华杰日报直接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 那反送中的香港抗议者 呼吁外国 外国政府向习近平施压 因为这个做法 寝制了香港自治权 那要与习近平进行正面交锋 他会激怒习近平 也可能失去广泛的公众支持 说不好 这是一种 你可以说是一种策略上的概念 但就我个人来讲 当你看到 670万港币 670万港币 没有大户 最多的一个 往paypal里放钱的 只有3万港币 没有大户的背景之下 应该讲他不会失去公众的 那是一种 在针对二十国峰会 施压习近平的 直接了当的表达 如果得到民间如此大的支持的话 你比如说换个讲 如果600万港币 只来自于五十个人 一个人都是 有人捐一百万 捐五十万的话 那概念就两回事 他是富人政治了 就变成了 对吧 富人反抗 那你现在不是 现在代表都是普通 普普通通的每一个人 香港中文大学 蔡子强 如何让这场运动 担负起责任的同时 又不激起公众的情绪 这是抗议者面对的问题 而这种行动持续时间越长 那引发公众的不满的可能性就越大 第二点说对了 但第一点就不好说了 而蔡子强 是在原来传统的这些政治精英 就是包括反共的 包括这些泛民主派当中 同样是传统的这些政治精英的领袖们 恰恰这一次的运动没有领袖 截止到现在也没有领袖 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太多的领袖也非常 他自身具备这种素质 所以他会回避这个话题 他同样作为一个 做成一个普通的参与者 他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领袖的位置上 所以这也显示出 也透显出 在香港社会 这些泛民主派的人士 这些抗争的人 他同样具有一些 生命认识上的一种境界 他不去利用它 林郑月娥 在有关要求他下台跟撤回的立场 示威依然在继续 港府要结束 她说原因之一是为了避免 习近平在处理中美贸易争端 和经济放缓的更大问题上 陷入尴尬之地 这是没错的 所以现在的过错在习近平 现在的过错在习近平 林郑月娥不辞职 也是在习近平 就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林郑月娥 律政司司长 保安局局长 那这些人呢 他们基本都是原来 在政府中工作多年的人 他们个人人品再差 跟共产党绑在身 但是呢 多少他们也是 受着时间的推移的这种延续性 你比如说曾英权 曾英权被罪中级法院判为无罪 但是呢 他的所谓的这个贪污罪已经 那个刑期已经服完了 一年监狱都蹲完了 结果终审法院才把这个结果拿出来 推翻了他前面的一切罪名 他可以要求香港政府对他进行赔偿 完全可以 因为法院是人判的 他同样可以要求廉政公署对他赔偿 这是可以的 他讲他 他的毕生的积蓄 夫妇两个人毕生的积蓄 几乎耗尽了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他的case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说 但是曾英权在复兴结束之后 他依然要恢复自己的名誉 这是在港府中一些旧的官僚体制当中 不能叫旧的官僚体制 就是他的公园的这种系统当中 他们的职业认证 他们的这个做人的一种认证 所以我个人依然相信 在港府中其实现在的很多官员 同样具有这些东西 但他为什么不敢辞职 他们同样知道 另外一点是习近平不让他们辞职 习近平不说话 他们不敢辞职 如果他们辞职的话 反向这件事情要反到中央去 对吧 保安局长辞职了 林郑月娥辞职了 他自然会给习近平带来巨大的动荡 而习近平自己不发话 是因为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做 在此之前 16号之前他发话了 韩正去处理了 处理的结果叫暂缓 这些都做了 做完之后反过来激发出200万人游行 他就傻了 他已经不知道为什么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林郑月娥的 他们不辞职的原因是因为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他们辞职了 他们认为会遭到习近平的黑手 所以他不敢辞职 在现实的讨论中的 抗议的人在正好赶上二十国峰会 也就把这件事情转到了 中共的习近平身上去 经济三不许讨论香港问题 裴敏心教授 这是很有名的 中国政府现在更愿意让事态降温 香港的危机让他分心 是 他就这么评论 就这么一句话 中国在香港增强的威权的 引发了抗议 正在改变政策 向政府施压组织活动 没有核心领导 这是所有人的共识 这增加了香港当局面临的风险 如何再采取不干预的策略下 避免紧张局势更加的 所以没有核心领导 就变成了他不知道该对谁去 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怎么发生 人家说U行就出来一百万 这事就爆办了 你谁说U行就出来一百万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然后他就解释抗议时状况 一个他说 整个香港的官方活动全都被取消 是 他港府其实已经瘫痪了 香港政府已经瘫痪了 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潜在的冲突 林郑月娥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露面了 星期一他就讲当时出现的抗议的场面 星期三再次出现了抗议的场面 那星期三的这个FREE 二十国峰会FREE Hong Kong 自由香港 这个我们跟大家讲过 对吧 后来他们又去了警察总部 警察总部 所以现在正是因为港府的这种瘫痪 不作为不工作 那使着抗议者把目标转向 同样再借着二十国峰会 转到了习近平头上 黄志峰说 没有领导人的运动 给香港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 是 迫使港府听取人民诉求 每一个参与者都是这个运动的推动者 是没错 然后谈到了雨伞运动 当时是学生发起的 这是他这么个概念了 而过去一周 类似的看法说 数千人在上星期五包围了警察总部 那最终没有发生太多的冲突 所以大规模的游行路线经历过的一个 在大理石商店工作的人说 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示威者的主张 但示威影响了生意 所以让他感到不满 那摇头说 抗议有怀有好有坏 所以所有提到不满的人 如果有这种说法 都是在利益上 所以这是一种分化 第一个 第二个 抗议不可能是forever的 就是抗议不可能是永远的 什么意思 是指中共的寿命在这种过程中 他就崩溃了 对吧 巴黎圣母园大火 着的再大 他有着不下去的时候 最后烧完之后一看 哦 里头还都完好无所 就把房顶烧 雨果的都毁了 神的都留下来 这话什么意思 人的都毁了 人的利益层面 那种人的观念层面 人的占有层面 东西都毁了 而神所留给人的生命的层面 都留下来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